三体二,黑暗森林尚捕面壁者二 对了,说起这个,苗福全说 我前几天在电话里跟你们说的那件事 还真有点靠谱的,什么事 就是逃亡鸡精啊 嗨,老苗啊,你怎么姓那个 你可不像是个容易受骗的人 杨静雯不以为然地说 不不,老苗看看两人,压低了声音 那个年轻人叫是小明 我通过各种路子查了查他的背景 他爸是在地球防务安全部工作 那人原来是市局反恐大队的队长 现在在防务安全部大小也是个人物 专门负责队府一条 我这儿有个电话 就是他所在的那个部门的 你们可以自个儿去打听 张元潮和杨静雯互相看看 老杨笑笑 拿起酒瓶向自己的杯子里倒酒 是真的又怎么样 真有逃亡基金这回事又怎么样 我买得起吗 就是啊 那是为你们有钱人准备的老张最眼朦朧的说 杨静雯突然激动起来 要真是有这回事 那国家就是混蛋 要逃亡 也得让后代中的精英走 谁有钱谁就走 这成他妈什么了 这种逃亡有意义吗 描浮全支点住杨静雯笑了起来 得得 老杨啊 你要什么弯儿 就直说让你的后代走不就完了吗 看看你儿子和儿媳 都是博士科学家 都是精英 那你的孙子曾孙也多半是精英了他端起酒杯 点点头 不过话又说回来 人人平等对不对 你们精英又不是神仙 凭啥 你什么意思 花钱买东西 天经地义 我花钱给苗家买个后 更是天经地义 这是钱能买来的吗 逃亡者的使命是延续人类文明 他们自然应该是文明的精华 拉一帮财助去宇宙 哼 那成什么了 苗福泉脸上本来就很勉强的笑消失了 他用一根粗指头指点住杨静文说 我早就知道你看不起我 我在有钱 在你眼里也就是个土菜猪而已 是不是 你以为你是什么 杨静文借着酒静文 苗福泉一派桌子站起来 杨静文 老子还就看不上你这个酸劲 老子 张元朝也猛派桌子 响声比苗福泉高出了一倍 三个酒杯有两个翻倒了 吓得那个端菜的川妹子 惊叫一声 老张依次指着两人说 好 好 你是人类精英 你呢 是有钱人 那就剩下我了 我他妈是什么 穷工人一个 我活该就得段子绝孙是不是 他有掀桌子的冲动 但还是克制住了 转身离去 杨静文也跟住走了 破碧人二号 小心翼的把新的金鱼放入鱼缸 和一文思一样 他喜欢独处 但需要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陪伴 他常常对金鱼说话 就像对三体人说话那样 这两者都是他希望能在地球上 长久生存的生命 这时 他的视网膜上出现了质子的字幕 字幕 我最近一直在研究那本 三斗王国的故事 正如你所说 欺骗和诡计是一门艺术 就像蛇身上的花纹一样 破碧人二号 我的主 你又谈到了蛇字幕 蛇身上的花纹越美丽 它整体看上去就越可怕 我们以前对人类的逃亡不在意 只要它们不在太阳系中存在就行 但现在我们调整了计划 决定制止人类的逃亡 让思维完全不透明的敌人 逃到宇宙中是很危险的 破碧人二号 你们有什么具体方案吗 字幕 舰队已经调整了到达太阳系时的部署 将在刻薄一带处从四个方向迂回 对太阳系形成包围态势 破碧人二号 如果人类真要逃亡 那时已经来不及了字幕 是这样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的说明 低头的下一个使命 将制止或延缓人类的逃亡计划 破碧人二号 微微一笑 人类的大规模逃亡 不会发生字幕 可是即使在目前有限的技术发展空间里 人类也有可能造出世代飞船 破碧人二号 逃亡的最大障碍不是技术字幕 那是国家间的争端吗 这届特别连大也许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不能 发达国家完全有实力 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反对 强行推进这个计划 破碧人二号 逃亡的最大障碍 也不是国家间的争端字幕 那是什么 破碧人二号 是人与人之间的争端 也就是谁走谁流的问题字幕 这在我们看来不是问题 破碧人二号 我们最初也这么想 但现在看来 这是一个不可能克服的障碍字幕 能解释一下吗 破碧人二号 虽然你们已经熟悉人类历史 但这可能仍然很难理解 谁走谁流 涉及到人类的基本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在过去的时代 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在这种终极灾难面前 它就是一个陷阱 到现在为止 甚至连人类自己的大多数 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陷阱有多深 主 请你相信我的话 最终没人能跳出这个陷阱 张书 您不用忙住做决定 该问的都问道 这笔钱毕竟不是一个小数 是小明一脸诚恳地 对张元潮说 要问的还是这事的真实性 电视上说 您别管电视上怎么说 国务院发言人 半个月前还说 不可能冻结存款呢 理智地想想 您这么个普通老百姓 还在为自己家族血脉的延续助想 那国家主席和总理 怎么可能不为中华民族的延续助想 联合国 怎么可能不为人类的延续考虑 这些特别联大 就是要确定一个国际性的合作方案 并正式启动人类逃亡计划 这是刻不容缓的事啊 老张缓缓地点点头 想想也是这么回事 可我总觉住 这是很远的事啊 是不是该我操心呢 张书啊 这是个误解 绝对的误解 很远吗 不可能很远了 您以为 逃亡飞船要三四百年后才启程吗 要是那样 三体舰队就能很快追上他们 那什么时候飞船能上路呢 您就要抱孙子了是吧 是啊 您的孙子就能看到飞船启程 他能上飞船 不不 那不可能 但他的孙子能上飞船 张元朝心里算了算 这就是 七八十年吧 比那要长 战争时期 政府会加紧控制人口 除了限制生育数量 生育间隔也要拉长 一旦要按四十年算吧 大概一百二十年 飞船就可以启程了 这也够快的 那时飞船造得出来吗 张书 您想想一百二十年前是什么样子 那时还是清朝呢 那时从杭州到北京得走个把月 皇帝到避暑山庄 还得在轿子里 颠好几天呢 现在 从地球到月球 也就是不到三天的路 技术是加速发展的 就是说发展起来会越来越快 加上全世界都投入全力研究宇航技术 一百二十年左右飞船是可以造出来的宇宙航行 是件很艰险的事吧 那不假 但那时地球上就不艰险吗 你看看现在这局势的变化吧 国家把主要经济力量用在建立太空舰队上 太空舰队不是商品 没有一分钱利润的 人民生活只能每况愈下 加上我们的人口技术这么大 吃饱饭都成问题 还有 您看现在这国际形势 发展中国家没有能力搞逃亡计划 发达国家又拒绝技术工友 穷国和小国绝不会甘休 现在不就纷纷已退出和不扩散条约相威胁 以后还可能采取更加极端的行动 说不定120年后 不等外星舰队到达 地球上已经是战火连天了 到了您的曾孙的时代 还不知过的是什么日子呢 再说 逃亡飞船也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您拿现在的神舟飞船和国际空间站 与它们比就闹笑话了 那些飞船很大的 每艘都像一座小城市 而且是一个完整的生态圈 就是说像一个小地球 人类在上面不需外界攻击 就可以生生不息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冬眠 这现在就可以做到了 飞船的乘客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冬眠中度过的 一百年感觉跟一天差不多 直到找到新的世界 或者和三体人达成协议 返回太阳系 它们才会长期醒来 这不比在地球上过苦日子强吗 张元朝臣私注 没有说话 石小明接着说 当然我跟你说实在话 正像您说的 宇宙航行确实是件艰险的事 在太空中遇到什么样的艰险 谁都不知道 这里面 很大程度上 是为了延续您张家的血脉 您对此要是不太在意 张元朝像被刺了一下似的 丁著石小明 你这年轻人怎么说话呢 我怎么会不在意 不不 张叔 您听我说完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说 即使您根本不打算 让您的后人上飞船逃往外太空 这基金也是值得买的 保值啊 这东西一旦向社会公开发售 那价格会非一样向上涨 有钱人多住呢 现在也没有别的投资管道 囤粮犯法 再说 越是有钱就越要考虑家族的延续 您说是不是 是是 这我知道 张叔啊 我真的是一片诚心 现在 逃亡基金还处于起步阶段 只有一小部分对内部特殊人员发售 我弄到指标也不容易 反正您多考虑考虑 想好了就给我打电话 我和您一起去办手续 是小明走后 老张来到阳台上 仰望着在城市的光运中 有些模糊的星空 心里说 我的孙儿们啊 爷爷真要让你们去 那个永远失业的地方吗 周恩王再次在三体世界的荒漠上跋涉 这时有一个很小的太阳升到中天 阳光没有什么热力 但把荒漠照得很清晰 荒漠上人空无一物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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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王突然眼睛一亮 他看到一个人骑驻马 从天边飞奔而来 并远远地认出了那人是牛顿 于是冲他拼命地挥手 牛顿很快来到周恩王身前 勒住了马 跳下来后赶紧扶正假发 你瞎嚷嚷什么 是谁又见了这鬼地方 牛顿挥手直指天地坚问 周恩王没有回答他的话 而是拉住他的手急切地诉说 同志 我的同志 我告诉你 主没有抛弃我们 或者说他抛弃我们 是有理由的 他以后需要我们了 他 我都知道了 智子爷给我发了资讯 牛顿甩开周恩王的手 不耐烦地说 这么说 主是同时给许多同志发资讯了 这样很好 组织与主的联系 再也不会被垄断了 组织还存在吗 牛顿用一条白手帕擦着汉文 当然存在 这次全球性打击之后 拯救派彻底瓦解 幸存派则分裂出去 发展为一支独立的力量 现在 组织里只有降临派了 这次打击进化了组织 这是件好事 既然能到这里来 你肯定是降临派 但你好像什么都不知道 是散户吗 我只与一个同志 有单线联系 他除了这个网址外 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在上次可怕的全球性打击中 我好不容易才设法逃脱 你逃命的本事 在秦始皇时代 就表现出来了 牛顿四下看看 这里安全吗 当然 这里处于多层迷宫的底部 几乎不可能被发现 即使他们真的闯入这里 也不可能追踪到用户的位置 那次打击之后 为了安全 组织的各分支 都处于孤立状态 相互之间很少联系 我们需要一个聚会的地方 对组织的新成员 也要有一个缓冲区 这里总比现实世界安全吧 你发现没有 外面对组织的打击 好像松了许多 他们很精明 知道组织是得到 主情报资讯的唯一来源 也是得到主可能转让 给组织的技术的唯一机会 尽管这种机会很小 由于这个原因 他们会让组织 在一定规模上 一直存在下去 不过我想他们 会为此后悔的主 就没有这么精明 他甚至没有理解 这种精明的能力 所以他需要我们 组织具有了存在的价值 应该让所有的同志 都尽快知道 这点牛顿翻身上马 好了 我要走了 我得确定这里确实安全 才能久留 我向你保证过 这里绝对安全 如果真是这样 下次将会有 更多的同志来聚会的 再见 牛顿说着 策马远去 当马蹄声渐渐消失后 天空中那颗小太阳 突然变成了飞星 世界笼罩在黑暗中 罗吉绵软地躺在床上 用睡意未消的眼睛 看住钢铃玉丸 正在穿衣服的他 这时太阳已经升起 把窗帘照得很亮 使他看上去像是印在窗帘上的一个曼妙的剪影 这真的像一部老黑白电影里的情景 是哪一部他忘了 他现在最需要记起的是他的名字 真的 他叫什么来住 别急 先想姓 如果他姓张 那就是删了 姓陈 那应该是金晶 不对 这些都是以前的了 他想看看还放在衣袋里的手机 可衣服扔在地毯上 再说手机里也没有他的名字 他们认识时间太短 号码还没输进去 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要像有一次那样 不小心问出来 那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 于是他把目光转向电视机 他已经把它打开了 但没有声音 图像是联合国安理会会场 大圆桌子 哦 已经不叫安理会了 新名字叫什么 他一时也想不起来 最近过得真是太颓废了 把声音开大点吧 他说 不叫那称显得不够亲热 但现在也无所谓了 你好像真关心似的 他没照他说的做 坐下抒起头来 罗吉伸手从床头柜上 取了打火机和一支烟 点上抽了起来 同时把两只光脚丫 从毛巾背里伸出来 脚大拇指 惬意地动着 瞧你那德行 也算学者 他从镜子里 看住他那双不停 动着指头的脚丫说 青年学者 他补充道 到现在没什么建树 那是因为我不屑于努力 其实我这人充满灵感 有时候我随便转一下 脑子都比某些人 穷尽好手一辈子强 你信不信 有一阵儿 我差点而出名了 因为你那个什么亚文化 不不 那是我同时做的 另一个课题 是因为我创立了 宇宙社会学 什么 就是外星人的社会学 七 他扔下梳子 开始用化妆品了 你不知道 学者正在明星化吗 我就差点成了明星学者 研究外星人的 现在已经烂了街了 那是出了这堆烂事以后 逻辑直指 没有声音的电视说 上面仍然是那张坐了一圈人的大圆桌子 这条新闻时间够长的 也许是直播 这之前学者们不研究外星人 他们翻顾纸堆 并且一个个成了明星 但后来 公众已经对这帮子文化链试品厌倦了 这是我来了 他向天花板伸出赤裸的双臂 宇宙社会学 外星人 而且很多种外星人 他们的种类比地球人的数量多多 上百亿种 百家讲坛的制片人已经和我谈过做节目的事 可接着就出了这事 然后 他举起一只手 做了一个表示这一切的姿势 叹息 他没有仔细听她的话 而是看住电视上滚动的字幕 对逃亡主义 我们将保留一切可能的选择 这什么意思 这话谁说的 好像是加尔诺夫吧 他是说对付想逃亡的 要像对付一头一样狠 谁造诺亚方舟就用导弹把谁打下来 这也特损了点吧 No 这是真正明智的决策 我早想到了 反正就算不这样 最后也没人能飞走 你看过一部叫浮城的小说吗 没有 很老的吧 是 我小时候看的 我一直记得一个场面 当整个城市就要沉到海里时 有一群人挨家挨户搜脚就升圈 集中起来毁掉 为的是既然不能多活 那就谁也不要活 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女孩儿 把那些人领到一家门口 兴奋地说 他们家还有 你就是那种习惯于把社会看成垃圾的垃圾 废话 你看经济学的基本功力 就是人类的唯利是图 没有这个前提 整个经济学就将崩溃 社会学的基本设定还没有定论 但可能比经济学的更黑暗 真理总沾着灰尘 少数人飞走可以啊 可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呢 什么当初 当初干嘛文艺复兴 当初干嘛大宪章 又干嘛法国大革命 人要是一直分个三六九等 并用铁的法律固定下来 那到时候该走的走 该留的留 谁也没二话 比如这事要是发生在明清 肯定是我走你留呗 但现在就不行了吧 你现在就飞了 我才高兴啊 这倒是实话 他们真的已经到了相互摆脱的阶段 以前的每一次 罗吉都能让那些以前的他们 除了一句 那 就算了吧 哪一句 你快点而起啊 我饿了他把地毯上他的衣服扔到床上 他们在酒店的大餐厅里吃早餐 周围餐桌上的人们大多神情严肃 不时能听到一些只言片语 逻辑不想听 但他就像一只点在下夜里的蜡烛 那些词句像烛火周围的小虫子 不停地向他的脑子里钻 逃亡主义 技术公有化 低头 战时经济大转型 赤道基点 太空电梯与地面的连接处 宪章修正 因地球防御的需要 对联合国宪章进行的修正 PDC行星防御理事的简写 前身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进的初级警戒防御圈紧急部署的 由现有洲际导弹和NMD系统 构成的防御系统 主要用于防范质子 在境的空间的低位展开 独立整合方式 一种建立地球太空舰队的方案 由各国独立组建太空军 然后整合为地球舰队 这时代怎么变得这么乏味了 罗吉扔下正在切尖弹的刀叉 沮丧地说 他点点头 同意 昨天我在开心词典节目上 看到一个问题 据傻 注意抢答 他用叉子指着罗吉 学着那个女主持人的样子 在末日前120年 是你的第13代 对还是不对 罗吉重新拿起刀叉 摇摇头 我的第几代都不是 他做出祈祷状 我们这个伟大的家族 到我这儿就要灭绝了 他在鼻子里不出声地哼了一下 你不是问我 只信你哪句话吗 就这句 你以前说过的 你真的就是这号人 你就是因为这个要离开我吗 这句话罗吉没问出口 怕节外生枝坏了事 但他好像多少看出了他在想什么 说 我也是这号人 在别人身上看到自盖的某些样子 总是很烦人的 尤其是在异性身上 罗吉点点头 不过如果非找理由的话 这还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呢 什么做法 不要孩子 当然了 罗吉用叉子指了指旁边一桌 正在谈论经济大转型的人 知道他们后代要过什么日子吗 在造船场造太空船的场里 累死累活一天 然后到集体食堂排队 在肚子的咕咕叫声中端住饭盒 等着佩吉的那一勺粥 再长大些 山姆大叔 哦不 地球需要你 光荣入伍去吧 末日那一代总会好些吧 那是说养老型末日 可你想想那个凄惨啊 再说最后一代爷爷奶奶们 也未必吃得饱 不过就这幅远景也不能实现 瞧现在地球人民这骨子横劲 估计要顽抗到底 那就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死烦了 饭后他们走出酒店 来到早晨阳光的怀抱中 清新的空气带着淡淡的甜味 很是醉人 得赶快学会生活 现在要学不会 那就太不幸了 罗吉看住过往的车流说 我们不是都学会了吗 他说 眼睛开始寻找计程车了 那么 罗吉用询问的目光 看住他看来 已经不必找回他的名字了 再见他冲他点点头 两人握了手 又简单地吻了一下 也许还有机会 再见罗吉说 玄机又后悔了 到此为止一切都很好 别再生出什么事来 但他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想不会有他说着 很快转身 他肩上的那个小包飞了起来 事后罗吉多次回忆这一细节 确定他不是故意的 他背那个UV包的方式很特别 以前也多次见他转身时 把那小包U起来 但这次 那包直冲他的脸而来 他想后退小步躲避 扮上了紧贴着 小腿后面的一个消防栓 两面摔倒 这一摔救了他的命 与此同时 面前的街道上出现了这样一幕 两辆车迎头相撞 巨响未落 后面的一辆 Polo为了躲开相撞的车 紧急转向 高速直向两人站的地方冲来 这时 罗吉的半岛变成了一种 迅速而成功的躲闪 只是被Polo的保险杠 擦上了一只腾空的脚 他的整个身体背在地上 搬转了90度 正对住车尾 这过程中 他没听到另一个撞击 所发出的那沉闷的一声 只看到飞过车顶的 他的身体 落到车后的路边 像一个没有骨骼的布娃娃 他滚过的地面上 有一道血迹 形状像一个有意义的符号 看住这个血符 罗吉在一瞬间 想起了他的名字 张元朝的儿媳临产了 已经进了分娩室 一家人紧张地待在后产室里 有一台电视机 在放着母婴保健知识的录影 张元朝觉得 这一切有一种 以前没感觉到温暖的人情味 这种刚刚过去的 黄金时代留下来的温馨 正在被日益严酷的 危机时代所摸使 杨靖文走了进来 张元朝第一眼看到他时 以为这人是借着这个机会 来和自己修复关系的 但从他的神色上 很快知道不是那么回事 杨靖文招呼不打 就拉起张元朝 走出了后产室 来到医院走廊里 你真的买了逃亡基金 杨靖文问 张元朝转头不理他 那意思很明白 这与你有何相干 看看吧 今天的杨靖文说著 把手里的一张报纸 递给张元朝 后者刚看到 头版头条的大标题 就眼前一黑 特别联大通过117号决议 宣布逃亡主义为非法 张元朝接着细看下面的内容 本届特别联大 已压倒多数票通过决议 宣布逃亡主义违反国际法 决议用严厉的措辞 谴责了逃亡主义 在人类社会内部造成的分裂和动荡 并认为逃亡主义等同于国际法中的反人类罪 决议呼吁各成员国尽快立法 对逃亡主义进行坚决的遏制 中国代表在发言中 重申了我国政府对逃亡主义的立场 并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联合国117号决议的坚决支持 他转达了中国政府的许诺 将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 采取有力措施制止逃亡主义的蔓延 他最后说 我们要珍视危机时代国际社会的统一和团结 坚守全人类拥有平等的生存权 这一被国际社会共同认可的准则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 我们绝不能抛弃它 我们要珍视的统一和团结